因為我覺得我們做設計呢 每天都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雜事 所以我覺得威爾呢 調整自己的心態 然後釋放自己的壓力 才能幫我們的生活 提升到一個更好的品質狀態 我覺得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從去年開始 我們公司就特別有focus在那個 防疫宅這塊有特別去做加強 那因為業主基本上他從 不管是平常日或是假日 他們待在家裡面的時間也越來越多 所以變成說我們聆聽他的需求 去瞭解他們的需求 這一塊也要做得越來越的重 所以呢我覺得我們做設計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把服務跟工程的品質跟細節做好 這就是我們最高的原子 這次我跟業主一起開箱 Philip Mini LED 9506的電視 一開始開箱的時候 當然呢我們也是被這個很帥氣的外型所經驗 那他每個功能其實我們都很好奇 但最後呢發現這個每個功能其實都很實用 所以基本上呢 我跟我的業主都非常的滿意 因為其實我還沒有看到這台電視的規格以前 我就是很單純的被他的外表給煞到 基本上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一台電視 它後面會做一個背光的效果 那那個背光的顏色會跟你螢幕上面的顏色去做一個結合跟跳動 這台電視真的是很帥 我們在設計電視牆的時候呢 其實對我們來說電視才是這個牆面的主角 我們不會把電視牆設計的太複雜 那當然呢這個案子因為 所以為了要搭配它這個空間跟這個外面的景色 所以我們也是呢把這個案子做一個比較簡單設計 那這台電視呢 這麼帥氣 當然跟我們的這個空間搭配起來也是非常的和諧 基本上呢在電視呢 不管你是宅男還是潮男 不管你是要打電動還是要看電影 基本上在電視絕對不會讓你們死亡 能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呢打一場那個NBA 2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真的是一個很 很紓壓的一個方式啦 那其實有在打那個2K的玩家應該都知道說 其實我們的電視跟搖桿有沒有順暢會不會lag 其實對我們能不能贏的這個比賽是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呢在電視它有一個HDMI 2.1的一個設計 所以如果你用台電視打NBA你還會輸的話 那真的是要怪技的技術不好 那也因為呢它搭載這個最新的mini LED 跟這個量子點的面板呢 還有它這個P5影像處理器的AI技術呢 讓它整個的畫面呢 提升到一個更厲害的一個檔次 因為其實平常放假在家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看電影跟追劇的人 那它可以讓我整個人達到一個有效的放鬆 但有時候還是會被一些白天的思緒所影響 那這台電視它其實配有四項的MB-Light功能 然後它可以隨著螢幕去做即時的燈光回饋 讓整個畫面就不只受限於在四個邊框當中 讓人就是更印象深刻 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台電視 它更是把一個完善的影音體驗去帶入了這個住家 同時也滿足了不同需求的客人 然後也在不同的活動當中成了不同的角色 而且每個人在第一眼看到這個電視的時候 都是哇 怎麼這麼酷這麼帥啊的這種感覺 加上Dolby Adams帶來的全景聲音效 以及Dolby Vision的技術 讓色彩更加真實 讓你完完全全帶入影劇中 這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沉浸式享受